918事变 日本人用一场自导自演的拙劣戏码 拉开了中国人民14年抗日战争的序幕 也拉开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沉重和最苦难的一幕 90年前的今天 日本人为什么要在中国的东北发动这样一场事变 它的前因后果到底是什么 以及为什么我们中国人需要牢记这一天 本期视频希望可以为你解答这些疑惑 回顾918的历史 南满铁路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1931年9月18日 日本正是通过炸毁这条铁路部分路段的方式 来栽赃的中国军队 并以此为借口发动了九一把事变 那么这条南满铁路和日本有什么关系呢 要解答这个问题 我们还需要把时间再提前一点 到19世纪下半夜去看看 当时俄国和日本同时盯上了中国东北 这块美丽且富饶的土地 为了得到这里 同时也为了方便未来可能与日本之间发生的战争 1891年俄国沙皇开始计划修建一条从欧洲到远东的史无前例的大铁路 这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 这条铁路原本是贴着中国北方的边境线走的 并没有进入中国境内 但是清政府在1894年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却让俄国找到了借口 他们提出从西伯利亚大铁路上修一条支线进入中国 要是以后日本人敢再来 那么俄国就可以通过这条铁路来帮忙打日本 虽然是个傻子都能看得出来 这无非是俄国想进一步瓜分中国的企图 但是奈何清政府实在太弱 根本无力保卫领土完整 1896年 李鸿章在中俄秘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同意了将西伯利亚大铁路修建中国境内的方案 这条铁路的主线西齐满洲里 然后一路向东经过哈尔滨 从隋分河出境后一直连通到海参崴 而其支线则是从哈尔滨一路出发向南 途经长春、沈阳、安山 最后到达大林旅顺 整条铁路呈T字形分布全长2500多公里 俄国人原本打算将这条铁路命名为满洲铁路 但是却遭到了李鸿章的反对 他坚持将其命名为大清东绳铁路 作为中俄密约里几乎是清政府唯一的条件 俄国同意了这个请求 条约签订后的两年 也就是1898年8月东清铁路正式东宫修建 历史五年 于1903年7月14日全线贯通并开始营业 但是俄国人企图独自霸占中国东北的计划 才刚刚开始起步 就在一年后的日俄战争中 惨败给了日本 作为战败的赔偿之一 东清铁路的支线 也就是从长春到大连的这一段 被俄国转让给了日本 而日本人在接手了这段铁路后 给它重新起了一个名字 也就是视频一开头我们提到的南满铁路 接下来俄国和日本就以东清铁路和南满铁路为基础 分别控制着中国东北的北部和南部 并疯狂地掠夺着东北大地上的资源 从1905年开始 日本人以保护南满铁路为借口 开始在铁路沿线进行驻军 把大片中国领土变成了日本的附属地 在这些铁路沿线的附属地里 日本不仅拥有驻兵权和行政管辖权 甚至还可以进驻侨民 这样一来以南满铁路为依托 日本实际上把铁路沿线的相关地区变成了国中之国 到918事变前夕 日本在东北的铁路附属地面积 已经达到了400多平方公里 驻扎的军队人数也达到了2万多人 除此以外 日本还先后在东北南部设立了 关东都督府 南满洲铁道诸事会社 以及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三个机构 这三个机构和铁路附属地 共同构成了日本进一步 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大本营 时间来到1923年 这一年的9月1日 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李氏八连一级的大地震 造成了十多万人的伤亡 这使得日本当时本就困难的经济情况 雪上下霜 地震后灾区应付的票据被延期两年 但到期后 因难以支付又宣布再延期两年 到1927年春 最后期限将至 日本各界民众对于金融界能否完成支付感到不安 并由此引发了信用危机 1927年3月14日 日本财政大臣骗钢舌温在议会上谈及整顿灾区票据时 随口说出了渡边银行或将停止付款的消息 这引起了东京恒滨一带的银行出现挤兑现象 继而让各大银行相继宣布歇业 这就是发生在1927年的日本昭和金融危机 3月22日 日本政府和日本银行公开发表声明以稳定市场 次日日本议会决定发行公债以救济灾区票据持有者 同时日本银行又放出几亿日元贷款 这才使得金融危机暂时缓和 但是这次危机仍然对全日本各地的银行以及工商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4月20日 应对危机处理不当 若归李自郎内阁宣布倒台 随后根据天皇照例 日本政友会总裁田中议一 于4月20日组成了新内阁 可以说这次金融危机使日本军国主义更加坚定了扩大对外侵略的决心 新首相上任仅仅两个月的时间 1927年6月27日 田中议一内阁就召开了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 日本确定了全面侵略中国东北 将满洲从中国本土分裂出去的方针 在日本最初的计划中 他们希望通过对东北的实际控制人张作霖进行威逼和利诱 使他帮助日本完成对东北的侵略计划 但是张作霖却并没有答应日本人的要求 甚至他还想要通过引进英美资本来修建新的铁路 从而摆脱日本对东北的控制 在意识到张作霖不会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向自己让步后 日本决定亲自动手杀掉张作霖 然后趁东北出现无主圣之人的混乱局面时 再一举出兵攻占东北 那么要如何才能杀掉一个被严密保护起来的军阀首领呢 日本人想到了由张作霖控制的金凤铁路 这条铁路连接着北京和沈阳 是张作霖进出京城的必经线路 所以日本决定在这条铁路线上 预先埋伏好炸药炸死张作霖 而具体的地点就选在黄姑腾火车站附近的三栋桥下 这里是当年金凤铁路和南蛮铁路的交汇点 桥上是日本人控制的南蛮铁路 桥下就是张作霖控制的金凤铁路 1928年6月在同国民党所领导的北伐军作战失利后 身在北京的张作霖决定乘火车撤回沈阳 日本人抓住这难得的机会 在三栋桥的桥墩上放置了大量炸药 等待着张作霖专列的靠近 1928年6月4日凌晨5失去 张作霖所乘坐的专列缓缓驶入了三栋桥 随着一声巨响火车被炸脱轨 张作霖身受重伤被紧急送回了他的大帅府 大约4个小时后张作霖因伤势过重死在了他自己的府邸 因为担心张作霖的死会引发政区混乱 甚至给日本人出兵的理由 张作霖身边的其他东北军政高官决定密不发丧 并紧急召回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回东北主持局面 由于整件事情处理得当 导致日本人始终没有得到张作霖的死讯 也就使得他们企图制造混乱并发动战争的计谋没有得逞 此后日本人又将拉拢的目标放在了年轻的张学良身上 就在张作霖被炸身亡的当天 正好是张学良27岁的生日 当他从河北赶回沈阳时 见到的却只有父亲冰冷的遗体 这对当时的张学良所造成的影响巨大 后来为了避开父亲的忌日 张学良还特意将自己的生日从6月4日改到了6月3日 此刻怀着家仇国恨的张学良不仅没有向日本人靠近 反而比他的父亲张作霖还要更加敌视日本 半年后的1928年12月29日 张学良不顾日本的百般阻挠 执意宣布东北意志 将东北这块版图重新拼回了当时的中华民国 结束了自清末以来 东北长期所处于的军阀割据状态 为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做出了突出贡献 与此同时 东北意志也让日本人企图用阴谋分裂中国领土的方法彻底破产 时间来到1929年 大萧条波及到了日本 这使得日本国内的经济情况愈发糟糕 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也愈发迫切地想要得到中国东北 面对这样的情况 一些日军将领开始主张直接对中国发动战争 此刻 一个关于用武力夺取中国东北的计划 正在悄悄地酝酿当中 1930年5月 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中仁等人 为了争夺政权而发动的中原大战爆发 为了调停这场军阀混战 张学良在9月将15万东北军的主力开进了关内 自己则常驻北平 这对于正准备用武力夺取东北的日本来说 简直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现在距离发动战争只差一个合适的借口了 1931年9月18日晚上10点20分左右 日军中尉河本末首率领七名工兵专家 乔装打扮成铁路巡道员 来到了南满铁路的柳条湖段 这里距离东北军第七旅的北大营 只有大约800米左右 此时驻扎在这里的几千名士兵已经安稳入睡 他们并没有感觉到今晚和往常有什么不同 但此刻日军的阴谋正在向他们步步逼近 随着一针爆炸南满铁路柳条湖段的其中一节铁轨被炸毁 随后日军逼迫两名中国百姓穿上了东北军士兵的军装 并开枪打死了他们 以此来诬陷是东北军炸毁的铁路 至此日本人想要的借口已经找到了 柳条湖的爆炸声就是进攻的信号 早就已经提前准备好的600多名日军 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北大营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日军步兵第29连队的一千多人也正兵分三路 向沈阳城逼近 当枪声在北大营响起的时候 许多官兵还以为是日本军队又在搞演习 所以并没有在意 直到一颗巨大的炮弹落在营区里爆炸 大家才反应过来是遭到了袭击 但是因为有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在先 所以尽管留守在北大营的官兵们已经遭到了袭击 但是却不敢开枪回击 北大营里的几千名士兵面对着最多是不过600多人的日军 被打得伤亡惨重 到凌晨5点左右 北大营中剩余的官兵不得不全部撤退出来 逃往了不远处的东山嘴子 这座由清政府在1908年建立 在张作霖和张学良负责两代人手里 经营了多年的东北最大的兵营 几乎是在一枪未放的情况下 被日军打成了一片废墟 此后日本人为了纪念这场战役的胜利 还专门修建了一座纪念馆 用来展示他们攻占北大营的战略品 甚至还在这座纪念馆外建立了一座30多米高的胜利纪念碑 这些东西无一不在疏说着这段中国近代惨痛的屈辱史 918这场本可以被阻止的灾难 就在蒋介石和张学良不准抵抗的命令中无奈的发生了 当北大营的屠杀还在进行中时 日军攻占东北的帷幕也已经渐渐拉开 1931年9月19日凌晨3点 日军步兵第29连队兵分三路开始向沈阳城发起进攻 由于日军在战前的反复演练 再加上中国军队不准抵抗的命令 仅仅两个小时后 日军就攻破了沈阳内城的小西城门 沈阳陷落 吵闹的夜晚让沈阳城内的百姓难以入睡 所有人都盼望着黎明的到来 大家以为只要太阳出来了 一切都会像往常一样恢复正常 但是当这一夜过去 沈阳百姓等来的却是一段长达14年之久的黑暗时光 到9月19日中午 日军已经先后攻占了沈阳 长春 四平 银口 凤凰城 丹东等南满铁路 安凤铁路沿线的18座城镇 在此期间 东北军几乎完全没有抵抗 拱手将东北送给了日本人 在沈阳被完全占领后 日军在城内大死烧杀强烈 随意屠杀被怀疑是东北军的人 甚至将中国人的人头直接挂在城门楼上 以示威慑 由于918事变来得非常突然 以至于东北当局没有来得及转移物资和财产 日本在占领东北后 直接抢走了银行里的十几亿银员 还占领了东北边防军空军的全部飞机 以及东三省兵工厂里的大量火炮和各类轻武器 这些本应该用来保护中国人的武器 转眼间就变成了敌人手里用来屠杀中国人的工具 当沈阳城里的居民清早起床时 在大街上看到了这样一张告示 上面写着 由于中国军队的首先挑衅 所以日本军队不得不被迫还击 在这张告示的最后还印着 关东军司令本庄凡的大意 但是此刻他本人还在从旅顺赶往沈阳的火车上 这张被提前制作好的告示 是日本人撒下的一个弥天大谎 也是用来掩盖他们仇恶罪行的一张遮羞布 此后不到半年时间 东北三省就全部落入了日本之手 第二年日本扶持清朝废地溥仪做傀儡 建立了维满洲国 东北三省完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几千万同胞饱受成为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而此时的国民政府却还在寄希望与国际联盟的调停 但是一个饥贫饥饥弱的国家 又怎么可能得到那些劣强的公平对待 此时的中国无非是一块案板上的肥肉罢了 只能任人宰割 总会有人天真的以为 无需国家的崛起就能拥有小民的尊严 但是历史总是在反反复复地告诉我们 落后就要挨打 没有强大的国家就不可能有小民的尊严 当一个国家没有能力保护他的人民时 存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将会被置于巨大的风险当中 这就是这段屈辱的历史试图告诉我们的道理 也是我们知道今天也应该牢记这段历史的根本原因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